《極度瘋癲的開放式》第一人稱射擊遊戲《極地戰壕 6》 在 11 月 16 日正式推出了第一個擴充內容《反思瘋狂》 這次玩家們將要扮演《極地戰壕 3》 那位神經兮兮的反派范斯蒙特奈葛 探索他的內心世界以及他的背景故事 遊戲採用了時下流行的 Roguelite 類型遊戲玩法 我們會從一座神奇的島嶼開始 這裡有會飛天的鯊魚、半夜跑出來的幽靈 一大堆超長的現象到處都是 為了離開這裡 我們必須尋找《銀龍刀》的三個碎片 在這裡打倒當地的土著會取的金錢 藉此升級自己的武器或是照照鏡子 用金錢永久強化自己的被動能力 還能夠挑戰神殿寶像永久解鎖新的武器 不過由於是 Roguelike 玩法 只要死掉了身上的一切就會全部歸零從頭開始 只會讓你保留解鎖的武器、能力以及地圖資訊 話雖如此 其實遊戲難度不會太高 只要穩扎穩打就能夠穩穩的過關 而且打倒敵人或是打開寶箱 都有機會拿到強化自身的力量裝備 尋找《銀龍刀》之前先好好尋寶 把自己練強一點吧 遊戲全破一次後就能夠開啟新的難度 總共有五種難度 難度越高掉落的金錢以及裝備機率就越高 而且還會出現更多種類的裝備 雖然只是第一階段的 DLC 卻意外的耐玩喔